今天是5月7号星期五 现在我又来到了猫罗西对岸这条身长游戏的小径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03分 还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时候 想必我走在这个路上是身体上是要承受很多的热度 但我想这对我的身体应该是还蛮好的 毕竟我曾经亏欠了身体很多很多 如果能够略做补救 对自己的身体多一些回馈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我这两天来我发现我的右眼会有一些眼压的痛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关系 以前都没有发生过 那这礼拜又过去了 今天早上我在回南投的路上呢 有录了早上上课的两堂课的录音 但我这礼拜比较感到深刻的还有 我连续听了石座城先生五月份的 折思异想的两个单元 主要都是谈三星堆的考古学的一个 哲学人类学的解释的意涵 其实四月份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了一个考古三星堆的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那么这次呢就又更旁征博引 用一种哲学思维的方式去定位三星堆考古 在机缘前三千年在中国四川那个地方所展现的一个独特 而近乎是一种天才所创造的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在当时已经具有制造铜器的能力 那么但是这个遗迹的考古陆续的解释 死仙人却很不满意 我想这就很像是他对于中国上古远古的一个哲学精神的解释的那本书一样 他做了那本书就是他的六十堂课的哲学课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进入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本伟大的书 所以我有预感 三星堆的考古从二十年前 他开始接触到现在 又隔了二十年 他已经相当笃定的用这样的一个哲学人类学的角度 中间经过许多多的他的一些努力整理或者是反省 所以他确立了所谓的自然人文明三层次的一种哲学人类学 我想他会那么看重三星堆 应该是三星堆的考古文化背后 他又带出了一个 我们中国上古文明 所谓从自然到人 从自然到文明这个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成就 我想他晚年的书里面 特别会诸重 比如说从原始自然到文明文字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关键环节的一个 演进的过程中的一个 哲学意涵 这个叫哲学人类学 我在这个两个月的 我聆听他的这个三星堆的哲学人类学考古遗迹的这种解释里面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还是当然有他考古学 一个很重要的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 至少在考古上一个最惊人的成就 可以放置世海而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那么他去竭尽所能的去解释这样的一个考古遗址 就是他背后的一个介于自然 原始自然跟文明文字之间的一个过渡 从那个考古遗迹的种种的 留下来的一些考古遗物上面呢 去还原当时这些所谓天才们 他们在思考自己所开创的文明 是介于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之间 然后往前去推想 往后去回顾 我想到论语中 孔子有一句话 人家问他 百事可知吗 这个孔子的回答 可知 你可以从一段一段的文明去检讨 去思考 所以我觉得 我听了他这样的一个三星队的考古 我就想到论语中 孔子这句很有名的话 我当时读的时候 其实也不求善解 但是像孔子这样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一定在他关键的那个时刻 他会有一些关键性的 在文明跟自然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判 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字体 的归属跟定位的问题 我从孔子这个地方 我在推想三星堆 又更早于孔子时代 又两千多年三千年 所以 我觉得史作生先生 他穷尽的人类历史文明 哲学思考中 种种的文化成果 在每个时代他都花时间去处理 包含他第二节 他讲到印度的宗教 印度的生活 印度现今在疫情之下 他们的那些反应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祭祀 他们的种姓 他作为一个哲学人类学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经验知识的累积 而是他想要从那些重要的文明成就里面 延续两三千年三四千年 那么久的文明的一个表现方式里面去推秀 这个文明背后作为那个基础 当初一个很重要的设定的时候的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 常常会决定这个文明此后的方向 当然文明 某一个文明之后的每一次的发展 都有一个契机 都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关键 但是如果 这个文明一直发展 而没有办法去 作为一种还原式的哲学思考 重新找到人自体的定位的层次 以及那个位置的话 就好像王老师的生命五层次 他能够定位出得逞在第五层 从得逞往上跟得逞以下 这个上下的关系 能够很清楚的判别得逞 作为一个关键的生命整个结构的一个 一个核心地位 然后赋予得逞一个哲学 有一些很关键性的发风的转变 还有或者画法的转变 甚至像书法 背后的一个原理 书的书法的形式 还有像中国从远古到近代 这么长久几千年的发展 所行硕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特色 以及他的一个问题的所在 我觉得他始终要去问的是 人在哪里 因为作为人的地位跟那个层次 或者位置能够把握清楚 他才能够作为所有文明开展 不管技术文明 或者其他文化的发展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当人的自觉 人的自知 人的那种自体 不清楚 或者无法感受 或者无法去深刻的去体会的话 那很可能 这个文明的发展 就失去了基础了 那么即使他 看起来再辉煌 再像大数据 像手机 像电脑这么的 炸构起全世界的一个共同平台 他背后 这个人的一个 自体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 自知 这样的一个思辨 可能就流失 所以我想他检讨三星堆的 解释三星堆的这样的一个哲学人类学 正如他在解释中国 上古哲学精神一样 解释孔子 解释老子 解释中国从秦汉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文明的演变 我想他最大的目的 我可以很笃定的说 就是在 其行我们在面临每一个重要的 生命的关头 或者文明的关头 或者当一个技术 产生巨大的一个 一个建构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能够有一个更超然的 更哲学性的 更肢体性的 或者能够把他的三层次 天人地三层次 或者是自然人 现实文明三层次 去努力的思辨一次 去定位人到底在一个新的时代 开展的过程中 人的那个位置 人的每一次在关键时候 转变的位置 在哪里 这是我认为 他这次解释三星队的时候 一样是在 试着去澄清这样的一个 可能是中国上古文明 非常关键的一个发现 这个发现 或许可以 厘清上古中国文明 最早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开创 就好像 Yaspers讲到 轴心时代的时候 是在现在的公元前 八百年到两百年之间 那么人类在各个地方 都产生了一些 所谓的典范人物 那么英文叫 Paradymatic Individuals 那我想 我们去研究 轴心时代 或者就好像 始作成 成如上述我所说的 他做了这么多的一个 哲学人类学的解释 无非就是 很类似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 也是站在一个 轴心时代的话 请问我们 能够给出 这样的一个 轴心时代的 文明跟人 跟自然的关系 是什么 这才是一个哲学 生动活泼的所在 生命力的所在 所以他旁征博引 做那么多的阐述 上下古今 东方西方 天地宇宙自然 极其渊博学士 也穷尽他思辨的能力 但我认为 这是我这两个月听下来 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 原来他想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 让我们去好好的把握 这样的一个 哲学方法性的三层次 然后去注意 我们在现实文明的 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 不停的开展中 我们如何能够守住 或者维系自己的 一个人的自体 然后能够再导演到 作为人自体 更大基础的 一个存在的 一个自然 或者宇宙 或者天 所以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好好了解 一些中国古代 伟大经典的 一个真正背后的 哲学含义 比如老子 为什么会讲反 为什么会讲士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个法 那个反 原来那就是一个还原 那孔子为什么会有 知我者其天乎 可是为什么还会讲 天生得予予 所以孔子在 他作为一个生命来源的天 还有天命 还有他自己的生命自体 以及他在传道授月结获 所开拓的一个 无奇东周乎的一个礼乐文明 他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的 我觉得这样解释 既简单 又深刻 又能够让我们 很容易了解 充分花卉他的这个 应用他的这个哲学三声次 作为我们每个时代 面对自己 切身或者周遭的 国家 社会 任何时代 任何组织企业 任何一个关系里头 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思考 因为这个思考 代表着一个 人要掌握自己 在那个层次中 的一个真正的定位 他的位置 也就是他的 自体在哪里 那么 至于展现自己的方法 要透过那种 博学 甚思 实践 然后 能够有一种 方法性上面的 一种 去追求极致 矛盾的 以及矛盾之外的 那个未知的世界 在知与未知之间 确定自己的 自体 的自知之明 是在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层次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 在猫洛西 来 回顾这两个月 我聆听他讲 三星对 一个文化 考古遗址的一个 哲学人类学的解释 我自己的一个 对他整个一生哲学 后半生的哲学 里面的一个总结 跟我自己的解释 刚刚所做的一番表述 其实 就是在 深述 哲学思考的重要 我大学开始 18岁就 对哲学有兴趣 但 也好像一直到现在 到六十多岁 我看 史诺诚先生这一次 在解释 三星对的时候 他那种喜悦 那种 经过长期的隐忍 后来 不断的证明 他的方法性 上面的思考 他自己的一种 确信 自信 那其实就是在证明 哲学思考的一个 根本的功能 其实我们 每个世代的人类 都可以活在 他们自己 充满关键性的时刻 去仔细地去 复查这个现实的人世的 各种 机缘的演进 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当下 那个关头 如果能够善加把握 提出一个锐见 一个辉红的愿景 很有 一个同整性的 一个哲学思考的蓝图 或者方案 或者一种伯仲会通的 一种通事的一种 一种能力 尤其 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 那个哲学思考 所驱动的 那个人的 自体的位置 需要 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不管那个对象是什么 我们都要请 去用这样的一个 哲学思考的 模式去操作 那么去迎接 那个关键历史时刻